留生机公司发行股票和经营股票 于是他潜心注意着公司的经营情况 他想自己现在从事的勤杂工作 与高层次的股票工作差距太大 怎么能使自己靠拢他乃至参与其中呢 他边工作边注意公司运作规则 边考虑怎么登上这一台阶 一天他发现总经理办公室 有一个股市行情指示器 他凭着多年钻研股票的知识 声明他的作用 他经过在该公司卖力工作了半年多 在总经理的眼里留下了一点印象 于是在一天上午 他鼓起勇气 敲开总经理办公室之门 大胆地提出 总经理先生 我可以做您的股票经纪人吗 总经理感到惊讶 稍沉默了一下 盯着这位犹太小伙子 觉得他半年来工作勤快 反应灵活 并有勇气向自己提出这个要求 心里已经默认了 他对贺希哈说 胆量是股海冲浪的首要条件 你既然有这种勇气 试试看吧 此后贺希哈成为爱莫生留生机公司 股票行情图的绘制员 他运用自己积累的股票知识和行情资料 很快就上手了 在工作中 他对股票买卖领悟更深了 为他日后事业的发展 打下了坚实基础 贺希哈在爱莫生公司工作时 节衣缩食 设法为自己积累一点本钱 他每天除了花很少的车费 午餐和零用钱外 其余全部积攒下来 同时他还替另一家股票交易所当跑腿 这份兼职工作 是从每天下午六时到第二天凌晨二时 来回跑送有关文件 从中每星期赚取12美元的报酬 经过三年的艰辛努力 他积累了250美元 于是他根据自己的奋斗计划 独立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 从此走上发迹之路 不到一年时间 他已经拥有168万美元资产 古海是风云突变的 有时他不为人们意志所左右 当贺希哈的财富 积累到超亿美元之时 有一次股市骤然下跌 他买进了一家钢铁公司的股票 所赚到的上千万美元 及其他多宗盈利 一下子亏光了 这一次惨败 没有错掉贺希哈 积极进取的精神 相反使他更坚定信心 变得更聪明了 他回忆说 这一次失败 给我只留下4000美元 几年的奋斗积累 几乎输光了 那是我一生最痛苦的一次错误 但是我认为 一个人如果说不会犯错误 他就是在说谎话 我如果不犯错误 也就没法学到经验 确实 那次失误后 贺希哈经营股票顺利多了 到1928年 他已经成为每月可以赚 20万美元的股票大王了 1929年是他最辉煌之年 当年美国股市是历史上最热闹的一年 几乎全民都加入了股票买卖的行列 丰富的经验已使贺希哈春江水暖压先知了 他认定大雨和风暴即将来临 果断地将1928年末至1929年初 大量买入的各类股票 一分不留地抛售 得到了相当于原来投资十多倍的回报 他一下又赚了超亿美元 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股票大王 从约瑟夫·贺希哈的发迹历程中可见 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发迹 赚钱是简单又复杂的 关键是要看有没有具备赚钱盈利的人 而这些人应该是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 并能细心观察 认真学习 无畏困难 这样就是成功的希望和信心的依存 诸如连锁经营先驱卢宾 金融巨头金资宝集团 报业大亨奥克斯 好莱坞老板高德温 地产大王李志曼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 这些犹太商人都是创立企业王国的榜样 犹太商人中为什么有这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 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们形成了一种 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 自幼培养了我一定要有所作为的积极观念 由于他们有信心去争取成功 所以他们能够努力学习 应用本身所具有的潜力来充实自己 这种精神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马达 为他们的发展加快了速度 增强了他们面对现实和排除困难的积极心态 犹太人的谋钱本领就在于此 犹太人的赢钱数不求单赢求双赢 即一笔生意两头盈利 大多数犹太商人在商务榜来时 能够通过巧妙的调整而取得双赢的结果 摩根说竞争是浪费时间 联合与合作才是繁荣本定之道 正是他组织了世界上第一个金融新迪加 洛克菲勒更胜一筹 他兼并近百家石油企业成立的托拉斯 曾经一度彻底垄断了美国的石油工业 犹太本民族的商人合作早已有了传统 因为有共同的文化基础 这种合作也较易进行 但是犹太商人的合作范围远不止于此 只要合作能带来甚于单干的利益 他们极愿与任何民族的商人合作 甚至曾经咬牙切齿的敌人 看在利益的份上 他们也愿意坐下来谈合作 比如洛克菲勒的合作伙伴 很多曾是你死我活的劲敌 在合作与垄断上 犹太商人表现突出 除了在这方面意识强烈之外 手法也值得一提 他们以己夺人 善用利益说动对方 莱曼兄弟的故事 最能说明双赢这一技巧所创造的效益 莱曼兄弟是一家有将近150年历史的 美国著名的犹太老字号银行 20世纪70年代末期 其一年利润就可达3500万美元 而他的创业也颇富传奇性 1844年 德国维尔茨堡的一个 名叫亨利·莱曼的人 移民到了美国 他在南方待了一段时间后 就同随后移居美国的两个弟弟 伊万纽尔和麦耶 一起在亚拉巴马定居 同时做起了杂货生意 亚拉巴马是美国一个产棉区 农民手里只有棉花 所以莱曼兄弟积极鼓励农民 以棉花带货币来交换日用杂货 这样做是不是与犹太商人一贯的 现金第一的经营原则不符合呢 但莱曼兄弟的账却算得很清楚 他们认为 以商品和棉花相交换的买卖方式 不但能吸引那些一时没有现前的顾客 而且能扩大销售量 同时在以物换物 并处于主动地位的情况下 能操纵棉花的交易价格 经营日用杂货本来需要进货运输 现在趁空车进货之际 顺路把棉花烧去 还能节省一笔较大的运输费 这种经营方式可称作 一笔生意两头盈利 买卖双方都有得赚 何乐而不为 在买卖中把握双赢的技巧 这不仅是莱曼兄弟的经营手段 也是大多数犹太商人采用的手段 从而使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犹太人这种一笔生意 两头盈利的赢钱数 是符合现代经商原则的 根据这一原则 犹太人认为 一 过去公司为了赚钱 总想独霸市场 一心想着击垮同行 他们在处理与同行的关系上 多是互相诋毁 互相攻击 互相欺骗 不仅信奉同行是冤奖 而且坚持36行 行行相度 如今 现代社会的企业 提倡竞争 鼓励竞争 但竞争的目的 是为了相互推动 相互促进 共同提高 一起发展 二 两军相争 你死我活 非胜即败 在市场竞争中 谁都想胜不想败 说市场竞争的各公司是敌手 因为他们在彼此竞争中 带有以下性质 一是保密性 竞争者在一定阶段 一定情况下 都有一定的保密性 二是侦探性 竞争者几乎都在彼此刺探情报 以制定战胜对方的策略 三是获胜性 竞争各方无一不想胜利 都想获取一定利润 让自己的产品占领市场 四是克敌性 假若市场不能容纳下全部竞争者时 任何企业都想保存自己 而灭掉对方 即使市场能容纳下全部竞争者时 他们也还是都想以强敌弱 三 虽然竞争公司间 有点像战场上的敌手 但就其本质来说是不一样的 这是因为公司经营的根本目标 是为社会做贡献 公司的产品是满足社会需要的 公司赚的钱也被国家 公司和员工三者所用 公司间的竞争手段 必须是正当合法的 从这种意义上讲 公司之间完全可以互相帮助 支持和谅解 四 市场经济是激烈的 同行业的公司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 竞争对手在市场上是相通的 不应有冤家路窄之嫌 而应友善相处 或达大度 这好比两位武德很高的全师比武 一方面要分出高低胜负 另一方面又要互相学习和关心 胜不交败不哪 相互间切磋记忆 共同提高 五 在市场竞争中 对手之间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 竭尽权力与对手竞争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在竞争中一定要运用正当手段 也就是说 只能通过质量 价格 促销等方式 进行正大光明的擂台比武 一决雄词 切不可用鱼木混珠 造谣重伤 案件伤人等不正当手段 损害对手 六 天高热鸟飞 海阔 平一月 市场的广阔与多元性 使得一个有灵敏头脑的老板 不必为自己受挤而度火中烧 而应果断避开众人 不为踏上冷僻的扬长小道 一样能够到达光辉的零点 七 现代社会条件下 市场形势顺息万变 市场形势此时可能对假企业有利 眨眼间就可能变得对乙企业有利 所以不应当以一时胜负来论英雄 更不可以以一时失利而迁怒竞争对手 红吃一块蛋糕的赢钱术是犹太人睿智的表现 操作性非常强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装 一个好汉三个邦 凡事都需要集体的力量 单枪匹马打天下实属不易之事 在商战中 犹太人非常重视合作 他们认为 找一个旗鼓相当的合作伙伴是成功的一棒 合作不仅可以扬长臂短 共同承担风险 而且可以增大双方的力量 那么怎样才是满意的合作伙伴呢 犹太人的回答是明确的 他们愿意和知识渊博 精明能干 有雄厚实力的犹太人合作 总之合作宛如找对象一般 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需要 不能一概而论 但他们坚持 不学无术 无特长的不可合作 对人持怀疑态度 不以诚相待者 不可合作 善于巴结奉吟 善于巴结逢吟 见风使作者不能使用 思想僵化保守 不能跟上时代节拍 且一意孤行的人不能使用 当然 与有实力的伙伴合作 看似可以背靠大树做文章 但大公司往往以强欺弱 容易造成大鱼吃小鱼的结果 不过 既然是双方合作 就有其合作的必要性 双方是各取所需 实力弱的一方 没必要对另一方一类迁就 一类迁就的结果就是 姑息养奸 对方一旦掌握了你的特长 你就会被一脚踢开 犹太人以理智的头脑选择合作伙伴 他们的合作往往是成功的 二 恶性竞争不是一件好事 犹太人认为 只要是有利可图的生意 你赚一百 别人赚一千 对你来讲也是成功的 嫉妒之心是一种人之常情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 具有这种嫉妒之心 而生意人的嫉妒心理尤其严重 在生意人中间 经常存在一种敏感 微妙的情绪 人们表面上亲亲热热 假如你的生意经营的不怎么样 大家还可以相安无事 但是如果你比其他人强些 这些人就有可能在背后联手 把你搞垮 即使是你的朋友 合伙人 有时也会被这种嫉妒心理冲昏头脑 在日常的交谈中 我知道某公司有麻烦 这类的话 总是比我听说某公司生意很旺的话 多得多 幸灾乐祸的话 总比畅赞歌入耳 对于这些嫉妒 生意人要小心对待才好 当嫉妒心理进入竞争领域的时候 会变得极其有害 其危险之处是 它使我们只想到自己好 不是通过搞好自己的生意 而是通过搞垮我们的对手 老是希望别人倒霉的人 在做生意上一定不是个有进取心的人 很难取得更大的成果 别人垮掉了 除了满足了你自己的自私欲望外 实际上你没有得到任何收益 犹太商人总是在这种情况下警戒自己 你仅仅是个小生意人而已 你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整个市场的格局 比如说 如果你经营的饭店价高 炙烈 服务差 顾客自然都跑到你旁边的饭店去了 假如有那么一天 你暗中的咒骂应验了 一场火烧了你旁边的几家饭店 你的营业也一定不会因此而好到哪去 人们宁可多走几步到远一点的饭店去 况且 过不了几个月 你就会发现 你旁边又重新冒出几家饭店 与你一较高低 你不妨忘掉你的竞争对手是一个人 而把它当作一个统计数字 如营业利润 财富积累等 这是一个你要超越的数字 数字比人更具体 更简单 以数字没目标 只会激起你的斗志 而不会滋涨你的忌度 如果你不能在规模和分量上战胜它 那就在质量和用途上击败它们 那也只是你所要超越的简单数字 故此 生意人要想维持一定幅度的价格和市场占有率 和竞争对手搏杀 不是明智之举 反而应联合在一起 在价格范围等方面达成一定的默契 才能共享其力 共存共荣 设计厂有这样一个恒常的规则 如果你不让别人赚一千 你自己连那一百也赚不到 如果大家绞尽脑汁相互拼杀 最后只能是两败俱伤 曾有两间门对门的杂货店 店主为了招揽顾客互相展开了一场压价大战 把自家商店的商品价格一降再降 逗到兴起最后竟降到低于进货价格 结果自然是双双关门大吉真正停战了 而顾客呢开始还挺浓跃的 经再三减价后反而住足不前 门庭日渐冷卧 原来连续的降价反而使顾客以为 他们的商品是劣质冒牌货 如果你在竞争中能做到以下几点 你的生意一定比对手的兴旺 第一顾客在你的店里 没有买到想要的商品时 你能够把他介绍到 自己的竞争对手那里去 第二对手的经营发生危机时 你能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而不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 第三做宣传广告时 不故意贬低对手 第四同行前来参观时 热情接待任期观看询问 第五和竞争对手保持融洽的关系 经常上门探访 交流各种经营技巧和商品讯息 三重视合作资源共享 由于犹太人的善用资源的原则 也使得犹太人有很强的团队精神 他们认为个人的智慧 是建立在许多人的共同努力的基础上的 因此犹太人都有很好的共享智慧的风范 犹太人的团队协作 是以充分发挥个人才干为基础的 提倡在团队中各尽所能 取长补短 共同共性 在团队中 大家共享成果荣誉或失败处罚 真正的荣辱与共 因此必须团结一致 而不能勾心斗角或争名夺利 在犹太人的企业中 某项专利版权 就算你是主要甚至唯一的发明人或设计者 但这是你在公司任职时 利用该公司的资金设备 上班时间 拿着该公司发的薪水而做出的成就 因此应该属于该公司所有 你个人无权私自处置 公司在为此申请专利或报告成果时 也有权属上公司老板和其他同事的名字 犹太人认为 从团队协作角度来说 你作为该团队的主要议员 并不能独揽功劳 因为没有别人的辅助和公司做后盾 你再有本事 恐怕也出不了此成果